创意比赛尽在云通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尚文权 今天指数小跌一点 那成交量维持在1100亿附近 那最近你可以观察到 盘面上长得比较凶的 都是所谓的权之骨 那今天鸿海又创了新高 其实不瞒你讲 最近很多人都在问我一个问题 倒不是问我说 鸿海目标价会到哪里 因为大家觉得目标价200 对不对 看看就好 要不要买 其实现在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其实每一天都是这个问题 从102103买的时候 我说先讲这一段就好 108很多人说要卖 114块很多人说要卖 那其实你想要卖的原因也是很清楚 因为鸿海很少连续涨三天啊 对不对 鸿海很少连续涨三天 那涨到这个地方 好像有压力很多人问我要不要卖 我都跟大家讲不要卖 真的不要卖 今天鸿海又创新高 我跟大家讲一个事情是 其实你把鸿海给卖掉 你能够做了价差 其实你能做了价差 不一样的一个变化 不一样的变化 这次鸿海的大涨 鸿海大涨跟过去不一样哦 它不是因为这一次鸿海赚了EPS多少钱 营收多少 而它连续涨三根不是哦 而这一次它大涨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原来是外资的一个报告 而且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这个是会大家 这个事情如果成为共识的话 它股价是先看200块 有可能会再往上做调高 往上做调高 来买得早 买得多就是大人家 买得早买得多就是大人家 我跟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其实你鸿海不太需要 目前啦 未来可能需要做价差 但以现在120几块钱 其实你还不太需要做价差 等等我把所有的东西讲给你听 你再参考一下我们的想法 对不对 来 我们会这样子想 你鸿海先不要做价差 但目前才120几 你不要做价差 好 你现在要想的是 夏普股价从89元大涨 到498块 有没有人跟你这样说 没有 可是它是事实哦 真的哦 没有人这样跟你讲 可是它是事实哦 你看一下这叫夏普 来 夏普 还记得这个时候吗 你知道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吗 这个时候夏普89块钱 一年前 2016年的8月 2016年的8月 当时夏普是最低到89块钱 那为什么89 那时候鸿海来入股 鸿海入股多少钱 来我之前 我都有跟大家讲了 鸿海入股来 这是我们先前 来我们看这个时间 这是在line上面跟大家分享的 这是2月17号 2月17号 当时鸿海八十几块钱 2月17号 我说鸿海中股都有续减特务数码增加 来这个地方 这是2月17号 在line上面跟大家分享的 鸿海集团去年以88块日元 总共3888的日币入股取得 夏普66%股权 夏普涨到322 当时是涨到322 其中鸿海持股比例最高 它88块钱买 持有66%股权 这是我们2月份的时候 已经跟line上面好友 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好 来那你看现在 这个时候最低是89 然后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 涨到目前收盘是421 目前夏普的股价收盘是421 最高是498块 目前最高是498块 可是如果你去看 夏普过去股价最高多少 2400 冷清洗 搞不好未来夏普股价2千块 我跟你讲真的 你不要以为 你不要想说这样涨很多 搞不好夏普以后股价2千块 你记得我现在跟你讲的话 搞不好以后是2千块 如果未来夏普是2千块日币 那鸿海88块钱入股 你认为鸿海只会指120块吗 当然不只嘛 所以我跟你讲 有些事情你不用做之差 来我跟大家讲 你现在要想喔 夏普股价89块涨到498块 鸿海的外资目标价是先看200块 先看200意思就是说 如果未来再涨 它是继续往上看好 那现在还有没有鸿海集团当中 法人持股比较低呢 夏普的社会股 你要想这个问题 真的 我跟大家讲 其实有些时候 今天指数已经1万点了 你每天换股票 你不一定换到好的股票 真的 我跟你讲喔 现在已经1万零五百点 你不要看人家涨什么 你就去做什么 前两天很多人问我说 老师 然后生计股啊 我们这一波 怎么没有做生计股 因为第一点 生计股低点量太少 连涨第二天到第三天 可能是高点 如果你去买生计股 你第一天没买到低点 第二天你买到相对高 今天你可能就成本附近了 你钱买进去以后又在那里了 你换股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你听懂我讲的意思吧 你就换生计股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除非你买在低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不用换股 你不用换股你要怎么找 我举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给大家听 我们这个周末跟朋友这个聚会 大家在谈最近房地产的价格 房地产最近就是那个价格 其实如果你要跟他杀房地产的话 其实他的卖价是不变的 可是往下的弹性很大 弹性很大 那就有人谈到说 先前2003年的时候 有朋友就是朋友的朋友 在中和买那个预售屋 中和买预售屋 朋友的朋友 那个时候2003年大概是SARS的时候 一次买八户 预售屋中和的 2003年买八户的预售屋 中和的预售屋 那个时候也 中和也不贵 那这个结论 如果你有做房地产 你都了解 今年2017年 就算房价有修正 你2003年SARS的时候 当时买的中和的八户的 的一个所谓的预售屋 你就做那个决定就好了 那个决定可以带给你的一个收益 到现在你都没有卖的话 就算你错过房价最高点 你都没卖 他也都没卖 你叫这个是几千万的一个收入 一个人 如果你月薪是四万块 你一辈子工作二十年 其实你累积的钱 刚好二十 两千万而已 真的如果你是四万块 我跟大家算 一个月如果是四万块 一年是四十八万 好 一年四十八万算你五十万 那十年是多少 五百万 那 不是啊 我还算错了 四十年哦 十年是五百万嘛 啊 四十年的话是两千万 你工作四十年不吃不喝你才存两千万 你做多一个决策 买预售屋先前买预售屋 就好几千万 上亿 对不对 所以现在你要想 一个决定可能会比 你股票换来换去 你工作都还赚多哦 真的哦 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哦 而这个决定 我跟大家讲这个决定 绝对是大家不敢做的决定哦 你仔细想一个 此一想一个东西 这叫 我们二月十七号 当时我们赖刚成立的时候 我跟大家分享红海 我跟大家讲红海 我跟大家讲很清楚哦 投资下谱最大最大的一个受益者 就是红海 这是我们在赖好友上面 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支股票 叫做红海 很多人问我老师 你这个红海不会涨 那我再换一个问题问你好了 如果你不贪心 你不要想太多 你二月份在这里八十几块钱 你买着报的到现在 你也不用买太多 一百张两百张 是不是胜过你做任何的股票 当然了 你会说老师这里没有涨 其他股票再涨 没错啊 可是如果 如果说你真的选到一档股票 就是这样嘛 其实一百二十二块啊 很多人 我会跟你讲你在这里 一百零八你不要卖 一百一四你不要卖 因为未来还有更高价 会让你看到 很多人没有看到外资的报告 你不懂外资这次调高的目标价 还有这一次 我不好意思跟你说话 你有没有看鸿海股东会 郭董怎么说 对不对 他说报告也是刚好两百嘛 那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的意思是 他两百也不讲退 只是他没有要讲名而已 股东会你有没有看到 他说我先前跟大家讲两百 现在报告出来也刚好是两百 然后面他顿了一下 没有讲话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讲 他没有要两百退休的意思 你懂吗 他没有要两百退休的意思 这一次是整个跟过去不一样的红海上涨 是不一样的上涨 搞不好过一阵子之后 我跟你讲红海会到两百 也许现在你会先 但是我跟你讲一个 我跟你讲搞不好 搞不好未来夏普两千 夏普都可以做到赔钱郭董去做 夏普都快倒掉 他先前最高价是两千多 现在才四百多 那郭董做会不会比日本人做还好 会啊 现在夏普才四百多 过一年过两年过三年 搞不好夏普真的两千块 因为日本的厂商都很烂 那如果夏普这两千 红海只有一百二吗 不可能嘛 所以你要想清楚啊 那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 我会跟他讲这个里面哦 来 我昨天跟他讲到这个 来你讲这个 红海拼创新三路晋级 请问谁是下一个标股 你真的一定要等到整个报纸出海 你才要确定谁是标股吗 来 这个是外资报告里面写得很清楚的 这一次红海为什么目标下先看两百 因为他是从品牌整个往下做延伸 这个是什么 未来世界的整合者 他也通过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叫做夏普 夏普是他一个品牌 所以你会看到目前为止 有一些投资啊 他会以夏普的名义去做投资 真的 跑去哪里 来 他软营找到新金组 对象不是红海哦 是夏普 软营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私募基金 投资的对象不是红海是夏普 红海用夏普的名义去投资 为什么 因为打造的就是所谓的品牌 这是外资报告里面写得很清楚就是品牌 那如果是所谓的品牌 那请问 夏普概念股 这个 这个里面现在已经 红海已经上海了 对不对 红海已经上海 你有没有想过 红海已经上海 你看红海的股价 红海现在是122块钱 对不对 现在挑战这个 大概是96年当时的高点 300块 因为价格慢慢往上涨嘛 按目标先看200块嘛 那如果到这个地方你要去想 同样是红海集团里面的 拥有夏普零件的一个订单 而且非常多的订单 是标准的夏普概念股 外资目前持股比例只有12.4% 而且它如果是核心的一个所谓 如果你是红海家族里面核心的成员 第一个你就会有一些 就是红海集团里面的一个创头 就那几个创头 每一家都会持有你的股权之外 还有红海本次会持有你的股权 那有可能会找你去投资一些东西 那就是它的核心里面 它还会 大家都会持有群创 那群创它持有成本是12.55元 被公出售怎么算呢 3481群创这样子算 3月31号收盘价是12.55元 不用看 3月31号因为一季认列一次 被公出售就是以四指 四指来做一个认列 那现在的群创已经16块了 9万多张也没有赚很多 就是四指已经增加 增加两成了对不对 16块 这个会在 大连报路上 好来 我觉得你去找一档 会大涨股票 也胜过于你今天 升级要不要买 这一档要不要买 什么级要不要买 我跟他讲不是重点 最好是你怎么去找到一档股票 102块钱 买得早买得多就是大人家 买得早当然是赢家 但是买得多 也是个很重要的关键 因为如果你在这里买个10张 不好意思 贪20万 说实在很少 可是如果你跟我们有一样的资讯 我相信你在这个地方 你会跟我们做一样的动作 106块消息出来之前 6月16号消息还没见报之前 全部买进去 来 鸿海先前的五侠 鸿海2月份的时候股价也是80几 80几 我当时就跟你说你要买鸿海 好那今天呢 今天我们又进去买了鸿海 真的 我们今天又进去买鸿海 今天 9点21分 每一个人都可以买 外资目标200 好近期总股东人数续减特货手法增加 102103块买进 102103块买进 这一档叫鸿海 今天在9点52分的时候 大单开始敲进 9点51分 9点52分 那我们要干什么呢 要在大单敲进前领先进场 大单敲进前 9点21分 9点21分都是在平盘 或者是103 102.5或103都在这里 好接着呢 大单往外盘敲 好今天237红海 收完差不多 大长红而已 这105而已 这里有个3000张的 有个几千张 就这样往上敲 收盘105块 好 那收盘105块有什么特别地方 特别地方在这里 现在很多一般投资朋友 是近期都没有持有鸿海 鸿海只有61万人 那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当未来大家看到这个报告 就叫鸿海 这期的报告 没关系我们近一点 我们就发现的地方 目标200块 目标200块 当你在看电视的时候 看到鸿海大单敲进 我说未来今天没有 今天你还看不到 今天你就看到盘中有人在敲鸿海 但是新闻媒体都没跟你说 那未来可能这个周末 你会看到 外资调高了鸿海的目标价200块 那你会说老师 200块是不是随便写一写 是不是随便写一写 这份报告 总共226页 这鸿海的报告 目标价200的这个报告 226页 你觉得是不是随便写一写 当不寻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要想到赚钱 重点是当你看到不寻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怎么解读 对不对 我已经跟你讲很清楚 你就是要买就会掉 这有什么好说 我已经跟你讲 你知道赏户的个性吗 这里 犹豫 这里 持有的先卖 这里赶快先卖 好不容易被我赚到鸿海 对不对 赏户都这样 好不容易被我赚到鸿海 哇108卖 114块卖 卖掉呢 眼泪 现在还没滴下来 眼泪在眼眶里面而已 如果未来继续在场 我告诉你 你一定会后悔 你先前把鸿海给卖掉的决策 相对的 反过来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 你先进场 买得早 买得多 就是到人家 抱着 不用卖 对不对 未来你也是热泪盈眶啊 为什么这么幸福 上辈子我们是不是做了什么好事情 对不对 也许我们上辈子都是大善了 对不对 真的搞不好 真的 真的搞不好 不然怎么好事情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好来 现在鸿海上海了 对不对 我跟大家讲 见解是不能和群哦 赏户不会怕我就会怕 赏户不怕我就会怕 赏户会怕我就不怕 我跟大家讲 现在赏户都知道 都知道这个对不对 好那请问 有没有人跟你讲夏普 八九长到四九八 你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吗 夏普真的从八九块长到四百九八块 一年的时间 那为什么没有人跟你讲 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讲标股啊 今天可以讲这两个人可以讲那一档 下来就当美看肩啊 这样子的生活 这样子的一个游戏规则 你每天在换股 你不如去报一个夏普到这里 真的三年后搞不好夏普超过一千块 那如果三年后夏普超过一千块 你就红乃一户会多少钱 搞不好夏普两千块 真的郭董的经营跟日本人不一样 过去夏普最高才两千多 对不对 那如果是这样 鸿海的目标先看两百 那鸿海集团里面又是鸿海的一个核心持股 鸿海本身有持股的一档股票 它是标准的夏普的受惠股 外资连买四天持股比例只有12.4% 今天有可能也是买超 我说不函今天 不函今天 连续买四天不函今天 持股比例12.4%而已 那投信没有持股未来会狂腔 持有群创9.4万 9.4万张成本12块 现在群创已经16块了 背空出售也就是每一季的季底会做一个成本 市价的一个做一个认列 对不对 现在二十几线 高点是156 你看哦 这是鸿海 鸿海的高点是300块 这个是民国96年300块 它现在离这个大概是一半的距离 一半的距离 那这一家离这个距离是多少 六分之一的距离 七分之一 它这个距离跟这里还差很远 鸿海现在已经先涨了 对不对 它跟它距离剩下一半 未来看200 还会再跳高 那这个比较少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要去想 有什么东西是你现在最好的决策 对不对 你买一档别人还不知道 来这个 来打个广告 这是我们的赖好友 欢迎你教我们的一个好友 那这好友 如果假设明天 按赞速达到这个数量 我们明天一早 开盘前 我立即跟你分享这一辆股票 好不好 明天开盘前 立即跟你分享这一辆股票 有钱大家赚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期一段再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 规别赔钱的二手讯息 操作不再盲目 赚钱不断重复 人员头顾蔡老师 让您轻松累积财富 让您所看到的绩效 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 人员头顾 智谷创线 02-2321-9933 2321-9933 人员头顾精准掌握财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行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牌势策略宣布 人员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人员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 规别赔钱的二手讯息 操作不再盲目 赚钱不断重复 人员头顾蔡老师 让您轻松累积财富 让您所看到的绩效 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 文言同步至谷创线 02-2321-9933 2321-9933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能见 请求永远 builders 请你续绕 请您拖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你现在只要去想 来这个地方外资会买什么股票 因为散户买的你不能买啊 所以你现在只能够猜外资会买什么 是不是这样 这样比较合理啊 你要去猜 你要去预想预测未来反而会买什么 我跟他讲真的 见解是不能合群的 从什么地方去看 你去看筹码 我们筹码很多人跟你说什么筹码什么筹码 我跟他讲 筹码是相对性 筹码是相对性 也就是说你看散户跟特务筹码 它们两个是相对的 中股东人数跟特务筹码它们两个相对 就是中股东人数减少 特务筹码增加 这样怎么安全性比较高 对不对 一般你房间所看到的一些软条或什么它只看一个 它们都不看总股东人数的 很少人在统计 其实赏户是很重要 总股东人数很重要 因为赏户很多你的风险就会变大嘛 对不对 那你要看特务筹码再加赏户这两个加在一起 这两个加在一起一看就会嘛 对不对 我们现在今天时间不够 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先前 在买台胜科的时候33块钱 你觉得不可能 真的 因为没有赏户它会从33块涨到75块 因为涨了一倍 又认为不可能 所以它又从69块又涨到128块 这以前都放过VCR 你知道吗 一档股票 其实你财富都已经翻倍了 各况大头买6块买7块买8块买9块买10块 涨到19块 请问市场上什么时候认同大头 19块 真的不骗你 大头什么时候你看到新闻台最多 我告诉你 你继续统计 新闻在讲的那支股票一直讲一直讲 它都不会涨 那时候大概是高点了 但如果低点都没有人讲 对不对 那你就很安全 对 旺宏也是6块买到10块 你说一下这一倍 一倍 两倍五成 真好谈耶 五成 六成 一倍 一倍啊 对不对 那我们也会涨多的股票 我不会请你去追啊 就是请你买利基 利基是不是又一倍 大宗是不是一倍 建策是不是四成 康普 五万红 对不对 自保今天要双新高 二三七五 真的啊 我还懒得想啊 建策不要双新高 是啊 真的双新高 真是啦 你随便卖 你随便砍好不好 你随便砍啦 你哪也没双到钱 对啊 二三一七红卡 双新高 所以你现在不一样的思维 来 我们换个想法 来请问 现在全市场红卡 好 那大家红卡的时候 谁第一时间请你买进 谁在LINE好友上面第一时间跟你分享 来 我们LINE 我们LINE好友 这是2月17号 第一打跟你分享的就是红海哦 真的哦 而且这一天在LINE上面 我也跟你讲外资调高目标价哦 你LINE打出来看 每个人都有 在这里调高目标价是不是收最高 然后继续涨继续涨继续涨 好 那现在不只红海上去了哦 夏普股价从89涨到498 都没人家要讲哦 那如果你是接夏普单子的 你接夏普单子的时候 未来一旦大涨 我跟你讲 保证新闻很多 你只要买在低点 你就是大人家 买多买少随便你 赚多赚少再讨论 对不对 拥有夏普零主件的定单 标准的夏普概念股 外资连续买四天持股股率只有12% 非常的低 持有群创这未来会入账 而且它是一个标准的 红海集团的核心持股之一 红海拥有 红海相关的投资公司都有 这家公司 股价 离高点还有很远的距离 来 这个 如果 来 如果按赞达标 好 我们明天会在LINE上面 立即跟大家分享 明天九点之前就跟你分享 任何问题 欢迎来进去询问 祝你明天操作顺利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价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平夫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虽算虽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不关系 跟你安排在一起 找过获利的一手资讯 亏别赔钱的二手讯息 操作不再盲目 赚钱不断重复 人员头顾蔡老师 让您轻松累积财富 让您所看到的绩效 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 人员头顾智骨参线 02 23219933 23219933 人员头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航美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牌势策略宣布 人员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民家专线02 23219933 23219933 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 亏别赔钱的二手讯息 操作不再盲目 赚钱不断重复 人员头顾蔡老师 让您轻松累积财富 让您所看到的绩效 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